越南彻底废除汉字几十年以后 据说又要从小学阶段全面恢复中文教育呢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些越南的国家教育和培训部发布了一份书面文件 是有关于学习中文的书面文件 我看到国内很多网友对这一份文件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也传达了错误的信息 他们把这一份文件错误的解读是越南的小学开始恢复中文教育 甚至还有的网友把这份文件错误的解读越南的小学生以后必修中文 越南在小学阶段全面恢复中文教育 因为越南在过去成百三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 他们以前的文字也是用的汉字 但是后来随着法国的殖民 法国人把他们的越南文改用了拉丁字母 从此越南就与中华文化圈 也就是汉字文化圈出现了一个割裂 越南的文字就全面西化 全面拉丁化 除了在一些古典古籍 还有古建筑上能看到汉字以外 其他地方几乎很难看到汉字 但是越南民间很多人对学习中文是很感兴趣的 并且他们似乎有学习中文的天赋 很多人通过自学 基本上就能达到与中国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出于对这样一个现象的好奇 我在越南当地找了一个当地的大事学生采访了 关于他们是怎样自学中文 然后他们的学校是不是必修中文 这个问题我当时候都有采访 这一次这一份文件出来被网友误解了以后 我又发消息去咨询这一个会中文的大事学生 他给我的答复和我所看到的翻译的是一样的结果 证明我们很多网友都是误读了误解了 从之前对他的采访当中和这一次对他的询问当中 在对比这个文件出来之前与出来之后的一个区别 我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越南在之前的话 小学阶段是没有学习中文的 只有在中学阶段是可以选修中文的 也就是说它是选修而不是必修 并且在这个选修的外语当中 中文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俄罗斯文、韩文、日文 同中文一样都是列在外语选修课目当中 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而这一次的文件修正了之前的规定 就是在小学的三年级、四年级 可以在课堂当中选修中文 也就是把中文当成一种外语选修 在越南的教育体系当中 他们的越南文与英文 就像是我们中文和英文一样都是必修的 但是越南的话在中学阶段除了英语以外 还可以选取一个另外的外语小语种进行学习选修 而这个外语的小语种 就包括中文、俄罗斯文、韩文、日文等等 这一次的文件是说明 他们在小学三年级、四年级 开始就可以选修一种小语种 这其中也包括中文 并不是我们国内很多网友解读的 说越南在小学阶段全面恢复中文教育 搞得好像是越南已经把中文 列入了小学必修课一样 其实不然 其实说实在话 越南学不学习中文和我们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们多学一种外语的话 就多一种技能 多一个出路 是不是 更多的越南人学习中文 可能对我们唯一的影响就是 等我们中国游客去越南旅游的时候 能遇到更多会中文的越南人 仅此而已 如此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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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